一太上路即将要碰到第一个过年 也要考验南北的这个南来北往的速度到底会不会变快呢 但是听到下面的消息恐怕会有点失望 因为高工局预估车流拥塞的路段不全然都是在收费站 还有都会路段车流量庞大啊等等的 因此北高恐怕还是需要六个小时 收费站拆拆拆 国道总共22个收费站拆除工程进行一大半 少了收费站减缓速度一太上路 第一个春节假期民众好期待车速可以快一点 南北的部分从长途的话走国山 那短途的部分到中部的话尽量走国一 能够做一个分流 那如果再更短途的话希望能够走省线道 交通部高工局表示车流量大台北到高雄 预估仍旧要六个小时 因为以往塞车路段不是只有在收费站 而是只要走到都会区 车流量就会变大拥塞 要避免车潮建议夜间上路 除夕到初五从前一天晚上11点到当天早上6点 全线暂停收费 其他时段采单一收费制 并且取消每天20公里的优惠里程 那相关的费率的计算 我们是用长途折扣的优惠费率来计算 也就是我们标准费率打七五折 而为了疏解国道一号的车流 国道三号新竹到燕巢路段采八折收费 部分路段有高程载管制 还有国道一号严谱系统北上入口扎道 初三初四两天全日封闭 车流量最高峰预计落在大年初三 预估全天会有280万辆次到300万辆车次 尽管有e-tech但是北高走一趟还是要6小时 这个答案真的让民众很失望